為什麼要採到一星5月6月 台美有效到要頒一星兩效 可能民眾都不知道 第一次研究完 最先就有效果實在台美的基本地質 尤其台灣受到海土生氣候 可以產出各種地質的台美 因為茶不是只有洞林茶或是高山茶而已 台灣在36000平方公里面 能夠生產不同的茶類 有不同的茶類有特色 所以說他們出去以後 就是除了這份人能夠囊囊上口 能夠幾個例 他的產區 他的特色 他的品質的特色在哪裡 所以說這一名客的意義 也是相當相當的重要性 民地真靠地介紹給的衝擊 大陸要如何提示品質 地湯滋味的鑑定 製造技術的精神是相當重要 南陸館當中地域發展協會 是特別和地區的雙 以及地域發展協會共同合作 開辦初期兵地下分班 既然有專大國的民眾穿著報名 從事茶葉會有一個更好的理論基礎 然後讓我們在實習的過程之中 可以避免走錯誤的路 或者是方向錯誤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損失 南投算是我們台灣茶的一個最大的一個 集散地 所以說來這邊可以學習到更多的茶方面的知識 本身是在花蓮開設茶行 也是南投人 然後南投的茶葉品質非常的好 然後想要把我們這裡本身 山林溪的高山茶 還有洞頂烏龍茶 帶給一般的消費者 為民地的基本地式 學會中訓練 一直到對地味品質好壞 加點 各地式的判斷 來做一個專門的訓練 出門黨員希望就由演習多黨 讓第一山的地龍和這個地獅 可以鼓勇對地味品質敏感的專業能力 也進一步提心做的技術 透過這樣子的上課 然後分類跟全區域的介紹 其實我們可以了解就是台灣 甚至是國外的其他區域 它的其他茶葉製作的方式為何 那當然相對在對於我們廣義的茶葉知識的提升上面的話 應該會有更大的幫助 雖然這是組織平地的花粉班 不過來用率是相當豐富 民主委花園都說學到很多東西 在這庫定結束 還可以拿到花粉證明 以及36點進的演習證明 不過一開始 大家就趁來要報名參加 記者王祖祖祖 蔡王報道 得到